不小心 哎 嗨 有啊 Leslie 你在干嘛 這是一片小地 你把 iki小地 這事都在院子裡 你看看AA這個 猜到我今天在幹嘛了吧 這實際二十公司 我不是買了一堆東西嗎 想幫我們家院子出 unos草 然后顺便就是上次看了你的那个菜篷嘛 好喜欢 然后我也想要一个菜篷 你要种菜啦 我要种菜 对 但是你看一眼啊 我给你看一眼 我买了什么 我买了就是紫苏 然后这个是生菜 然后小白菜 甜椒 还有辣椒 还有这个香菜 刚刚那块那个地方种是吗 对 因为就有那小块地方是空出来嘛 别弄太大了 弄太大片我也搞不了 吃不了那么多 其实就这个就够我们吃 就大概种一些比较好活的这些东西 你觉得可以种吗 现在的话我建议这个季节就是 我都会先种一些绿叶菜 比较好活 现在种绿叶菜可以吗 比如说你刚刚我看到酥酥 然后好像是不是那个小白菜这些可以先种 你刚刚说西藤市 这个最好是到四月底差不多五月五月初的样子 那会比较暖和 那个时候再种 所以先种绿叶菜吧 嗯 那我就先种那个生菜 小白菜 香菜小葱 嗯 对 如果说我把草除完了之后啊 那我那些泥是不是要重新给它整理一下 除了草之后啊 你就把它爬松 爬到这个泥土有点一些是粉粉的 就我是不是得用那种刨子 不是刨子 那个 就是那个 这种爪子不是 这种叫爪 这种叫什么啊 就是这样 这种叫什么 这种叫什么 爪子不是猴子 不是生菜 不是白菜 不是药 这种叫什么 这种叫什么 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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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号有点不太好 天天 什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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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叫什么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给它 是不是得用那个工具 对 我给你换个地方 我去那个工作室 好 首先我是把那个 那个锄头 那个锄头 把那个土 刨有点深 因为这样的话 比较好生根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上呢 在拿你说 那老痒痒的 一样的那个 爪子的那个耙子 然后就给它 弄到比较平整 然后呢 感觉更松软 就松松的涂 然后播种的话呢 我之前犯过一个错误 它挤在一起了 是不是 挤在一块 对 然后有些地方呢 就比较松 就感觉那儿凸一块 这是我之前的问题 我就是要把它排一个队形 然后知道 这一排是什么东西 是吧 排个队形 然后取个名字 你自己拍点照片 然后就是做一个留念 好 也不知道 这一次救的是不是 太多意思了 哈哈哈 行 反正吧 我跟你讲 你只要开始做了 你只要开始做了 就是成功 那我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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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 好 好 先除草 因为那个草会抢菜的营养 除了草之后啊 你就把它爬松 那我那你是不是要重新给它整理一下 对 对 播种还是有希望的 好了 可以播种了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 来开始 里面种求生菜 第二排小白菜 第三个我要种辣椒 我还得拿笔写一下 那个播种的时间 然后播的种子是什么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 哪一个种的是什么 就心里面更清楚 好了 都不ok 也就那么低了 啊 你拍照片给我看好不好 哦好 哎我给亚丽拍个照片 哦姐你看你在家里种了一道彩虹 哦哈哈 哦姐哦姐 前面的工作都很辛苦对不对 只有最后一步了 如果这一步你不做的话 之前的工作都会前功尽弃 最后一步就是你要跟你的这些 你种下去的菜 说话说话说话 要跟他们沟通 你要鼓励他们 让他们乖乖长大 告诉他们 妈妈爱你 嗯 然后他们明天就可能会开始发芽 你相信我 好的那我准备跟他们讲话了 好的 那我准备跟他们讲话了 哦 哦菜啊菜 一定要长出来啊 你不长出来我很丢脸 拜托拜托好好生长哦 我这么折腾了一整天在这 你们要是不好好长 哼 我再来一种 哈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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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给他们爱的鼓励吗 有啊 我刚才很有仪式感的 跟他们说了一下话 哈哈哈哈 这个是精神 对 跟他们说了一下 就是让他们好好听我说话 也不知道他们听见了没 哈哈哈哈 那今天我们怎么不想拍照 对对对对对 今天劳动了多长时间 哇我今天 就让我腰都快散架了 你知道吗 你记住这个感觉 就是将来有一天 有朋友来你家吃饭 如果他剩了一颗菜 你就弄死他 对 就是谁也不许 就是一个葱花给我吃干净 你懂这种感觉 是不是 我懂了我懂 谁吃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就以后谁也不许 剩饭 真的太累了 加油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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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联系 谢谢天儿的 嗯 拜拜